第一次这么光明正大地看她 原来这就是她认真工作的样子啊 长长的睫毛 高挺的鼻梁 性感的 嘴唇 她笑起来真好看 真不知道要什么形容词 老笑 老臭笑 我不要工作的吗 你 袁 袁 袁 你清醒一点 这可是你姐夫 明明回来要结缘 结果对象居然是自己喜欢的人 到底也不是在玩我吧 你想什么呢 没什么 我是打扰到你了吗 不会啊 你坐在这里啊 我工作效率都提高了 我有一件事情想 你是不是欠我一个东西 我欠你什么了 定情之吻 这里可是办公室啊 我们关系是合法的 你怕什么呀 可是万一被人看到了都不好啊 这里可是总裁办公室 没有人赶进来 没有人赶进来 你们俩干嘛呢 不是 你看看你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 我今天要是不来的话 那这个公司 是不是就成了你们 嬉戏打闹的游乐场了 还有那个袁思雅 你说我让她到公司干嘛来了 是让她耽误你工作的吗 爷爷 她没有耽误我工作 我呀原以为她是一个 什么天才的少女 可是现在看来 她对咱们公司 丝毫没有帮助 是我看走了眼 你现在马上 让她给我回去 当初让我跟她结婚的人是您 让她进公司的人也是您 现在您让我把她开了 下一步 是不是让我跟她 把婚约也解除了 是啊 我知道庆幸的是 还好你们没有真正的结婚 要不然照这种趋势 发展下去的话 那该解除婚约的 就得解除婚约 那您要是把她开了 顺便把我也开了 你 好 爷爷 您没事吧 爷爷 我的人生 能不能让我自己做主啊 我向您保证 一定不会耽误工作的 下次开发城关 商业区的开发权 我一定会拿下 好 那我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你要是拿不下 那你就得听我的 我让她走她就得走 一言为定 原来刚才那个就是你爷爷啊 他来找你干嘛 他就是来督促我一下 顺便来看看你这个孙媳妇 那他是不是对我很不满意啊 没看出来 你还挺有觉悟的嘛 他真的对我很不满意啊 完了完了完了 那我还是自己辞职吧 你个笨蛋啊 我呢 不要别人觉得 我只要我觉得 所以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刚才没完成的事情 完成啊 这 要是 要是再被人看到了多不好呀 我保证这一次 不会有任何人打扰我 打扰你 你 被开除了 你就能够来 打扰你 走了 干嘛 我每天都没有站住不去 我自己有的 被想得到了 那童韱 更事 没了 说 为什么要帮助她瞒着我 小眼姐 这也是我的职责呀 那我要丢了职 我不就丢了饭碗 我开玩笑 开玩笑 你们想聊会儿宽 咱这歇着吧 我先追我的剧下 该配合你演出的 我也失而不及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怎么办 到底要不要跟她说 说了要是温家告我们怎么办 你怎么在这儿啊 想什么呢 你能跟我说说 当初为什么会同意这门婚事吗 原因很简单啊 商业联姻嘛 人总要结婚的 在我心里 跟谁姐都一样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婚姻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你这么想也太随便了吧 你不也一样吗 你要是自己能做主 你会逃婚吗 更何况 对方是个又老又丑 那方面还不怎么行的男人 我 我跟你不一样 我是有原因的 我们都是出生在一个同样的家庭 从小就被灌输着 以后要做一个优秀的人 很多事情 我们都做不了主的 我爷爷最常在我耳边说的一句话就是 静晨 你不能这么自私 你要为了整个温氏集团而活 搞得一度 我自己都这么认为 直到我遇见了你 您告诉我 人生只有一次 要为自己而活 所以 你就逃婚了 你不也逃婚了 我那不是逃婚 我是迟到 其实 你早就不满当时的生活了对吧 没错 也正是你这句话 让我意识到 我之前的日子 可能都白活了吧 那 你现在明白 也不晚嘛 所以我要感谢你啊 以后的日子啊 我要为了你 更加的 也算是为了我自己 如果我现在告诉她 她心里会怎么想 其实一直隐瞒真相的人 都是我 月月 我现在 真的感觉自己非常地幸福 那 如果这一切都是假的 我也是假的呢 我喜欢的是你的内心 不是你的外表 就算你整了 我还是喜欢你 我没有在跟你闹着玩 如果这一切 都只是在跟你开玩笑 你面前的我也不是真的我 你会怎么样啊 所有东西都可以是假的 只有你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你是我最在乎的人 怎么了 没什么 没什么 我先进去洗澡了 一脚啊 小姐 不许跑 等等吧 我先进去